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般常常适用于婚礼的场合 每年的5月1号是法国人的琳兰节 栽种琳兰花首先要选择的就是花盆 一般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花盆 我们栽种个7到8克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土朗 土朗我们要尽量给它选择疏松透气的海水性良好的土朗 否则这个种植球根花会容易导致烂根 小镇用的还是自己配置的 通用土加泥碳土加珍珠岩3比1比1的比例 我们在这个花盆底部垫一个渗水层 然后先往花盆底部填土 然后给点底肥 底肥一定要给够 球根花会对于生长对于养分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底肥我们可以选择有机肥或者是缓氏肥都可以 那小镇给的是这个缓氏肥 一般一到两勺就可以了 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 继续往里面填土 林兰总球呢 一般需要从这个根部往上附土呢 一到两厘米左右啊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底部的土朗可以稍微垫高一点 然后呢 因为它现在已经出芽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芽点朝上继续往里面附土 然后呢 小心点啊 要继续往里面附土 好了之后呢 我们啊 先给它浇一边透水 然后呢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苗一周左右 菱兰花呢 一般喜欢生长在半阴的环境 所以浮盆之后 我们放在闪色光充足的地方养货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菱兰花 它整株呢 都是有点微毒的 家里养货 我们要尽量避免放在小孩子 能直接触碰到的地方 那今天呢 关于这个菱兰花上 我们下期再见